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12日,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随时珍迪好 纽西兰的易德台阳 大家好,各位早晨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来到《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二台征香报》、《三台沙冷器》点赞、分享、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像最近澳洲对于中国越来,甚至民间 不单止政府越来越的事,有件事发生了,是不是? 是,其实就是有人报料,即是华人报料 其实就说这个 维州的Gelang,即是这个吉朗地区 在很多条,不是一条,很多条 公路上的路牌就 被贴上这个排华的 贴纸 其实上面就有这个 有支中国国旗 然后中国国旗上面就写着 Why Australian Made F China 这样 大家知道什么字 这个不说 就是宗旨 就是 叼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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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地华人已经采取行动向 Gelang的Council检举 以及对这些标语进行 清理 其实 今次 这些事情 其实在澳洲的华人圈子 都是受到这个热议的 有网友 大家如果看过澳洲的报纸就知道 多少都是不堪入目的 他就 连 中国病毒他都敢写出来的时候 还有叫 中国小孩回家 这位网友说一定责任 其实都算是挺温和的 其实就是个别政客带头 大家知道 有政客就叫别人 不懂中文的土生仔都叫别人 你有没有 丢漆 丢 就是丢 还有漆 漆起的漆 是吧 有没有 敢敢反共啊 答我啦 其实这些 他刚确地说 我有叫你表态吗 他说我没有叫你表态的 好像上次社长已经被人问了 你敢不敢 其实就是 逼你表态而已 是吧 是吧 是 人家逼我 做什么 我都不会做的 就是我个人是很坏格的 是 就是你叫我 你好好声 好气 叫我自动配合 那我就自动配合了 是不是 是 但是你强迫我 我就 就是 我就觉得 喂 好像不适合 是吧 受远不受硬的 是 其实绝大部分的 正常人都是受远不受硬的 就是我认为就是 你 就是一开始就很强硬 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很强硬 你自己强硬你那份 就是很坦白说 你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怎么运作了 我觉得 是 还有 之前我们都说过 其实 有一份报告就是 澳洲很知名的这个NGO 叫All Together Now 其实就说过一份 关于这个社会评论 还有 种族歧视 还有这个 19病毒的报告 就是其实 大概有351篇主流媒体的文章 其实就是 对于三大小数族 就是这个回教徒 他只是负面 负面影响 这315篇文章 都是负面影响 就是回教徒 对他们的负面形象 就有75%人 觉得他们负面的 其实 对于华人是大排低的 55% 其实对于这个土著呢 47% 其实大概来说 都是 这篇文章 其实是 都说属于 几反映现实的 老实说 那之前我们都说过了 在墨尔本都有人被人的卷杂 做了这个叫做什么 又是 Go home F Chinese F Chinese 那些 就好像 马恩郭先生说的 You are not even F Chinese 这样 是 所以我们 马恩郭先生 他说这些说话 我也觉得不同意了 你 你没理由将 Chinese前面 把一个F字 其实说真的 我们身为唐人 这些东西就绝对不应该说的 要尊重自己的 事实上 You are not even F Chinese 这样 其实就 不太好的 说这些说话 嗯 但是之前好像我看到一份报纸都说 纽西兰有个华人一个月前 在汉堡包店也是被人打的 有啊 有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小心 是 只能够去多唐人的地方 其实去多唐人的地方也都安全一些的 因为唐人戴口罩的比例相对高的 高一些 是 那当然了 我们都被人 说我们 你没有勇气 在外国 其他那些人说我们 没有勇气 为什么不抗争到底 你抗上我的份 我们只能够 除一个社会接受到的 就是程度去抗争的 就是你说要跟那些贵佬打一身这样 没有差人的时候可能会的 有差人的时候一定不会的 就是如果那些贵佬 就是喝醉了贵佬 你抗你的 试过啦 我也在节目里说过啦 那当然我有个朋友 就是高我整个头的朋友 那他肯定是可以 就是直面对抗啦 就是推回那个人转头啦 那我就不会的 就是我自己他推完我之后 我最多就是报警的 就是这样啦 有什么就是留下官方处理啦 你看看他官方怎么处理 就是譬如他在一个市政府的范围里面 譬如他那些路牌 被人贴上这些东西 那你就叫市政府的人去清洁啦 不需要 就是什么抗争到底 这些是什么人说的呢 就是对社会有少少不满呢 结果都是要打烂社会的人来说 其实这些通常都是这样的人来说 哦你要打烂他们的社会 那关我什么事呢 你想打烂人家的社会 你自己来打烂人家的社会 是不是 是 我们去到哪里都是建设那里的 所以唐人才得到别人尊重的 就是你去到哪里都是破坏的话 你就得不到别人尊重的啦 是 那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有一节节目 讲过这个 澳洲广播公司 就是ABC 不是讲过这个 就是做了一节节目 是他说BBC买的嘛 叫horrible history 那其实就 当中就有个人就扮 他们就说啦 其实没有侧天啦 就吃这个 蝶狼 等 是 令到别人 我们之前也有节目讲过的 其实有网友 正式向ABC提起 这个投诉的 其实也接到几多投诉的 批评他 种族歧视 其实 时隔三周之后 昨天ABC就有回应的 他大概就说 深感遗憾 但是我们未违反任何编辑自主和编辑的标准 看到这些污名化中国人 其实这也不是违反编辑标准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有些觉得 不是有些觉得有些粉 是十分烦恼的 其实这个所谓小品就是以恶搞一位中国女士 他就说是宝质天 就说是喜欢吃这个 他们说 他就说我只不过是说宝质天 不是说中国人 其实他就说 唐朝人的生活就是吃这些东西的 唐朝是不是会吃什么呀 吃蟑螂呀 不是啦 你说吃吃 之后他就说 水母其实 Jellyfish不是西人都吃的吗 吃的 你记得那两个人就 隔壁那两个 西人就 好像很吐心 其实他们不记得了他们以前吃什么 很多时候 吃内藏又 但是其实 英伦三岛的人 都传统吃东西都是会吃内藏的 他们就把腸 对 就是你说什么猪血那些 猪红那些他们都吃的 做黑鲑鱼那些就是 不过现在你跟他们说 就说那些人吃什么呀 那些其实就 不是很合适的 就是他们那种 那种皮异的态度 只不过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已经 不是那个阶层了 就是不是吃这些 内藏那个阶层 或者不是吃这么贵的东西 那个阶层 德国人都吃的 应该这么说是英伦三岛的人 其实不是呀 英伦三岛都有吃内藏 有 苏格兰很明显就已经是了 没错 苏格兰他吃 Heggis Heggis 他里面 全部都是内藏来的 那英格兰人又吃 Steak and Kidney Pie Kidney就是肾 牛肾 一样吃的 为什么不吃 就是你说 这些西人不吃内藏的 他说西人很干净就不吃内藏了 叫他曲街啦 其实吃不吃内藏 是跟那个社会的阶级有关的 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 要说自己已经不是那个最低的阶层了 就是不是那个工身阶层了 那我们就不吃那些东西 但是他没有留意到一样东西 就是现在吃那些内藏的人 或者吃一些比较差的cut 就是meatcut 比如吃beef cheeks 就是吃牛面猪那些人 其实那些人是 现在是社会上有限的阶层才会吃那些东西的 因为做那些东西是要很浪费时间的 有限阶层是很有钱的 就是吃beef cheeks 只是蚊都要蚊五个小时 他才会淋的 那你说能够花五个小时来煮一餐东西的人 有钱一点 还是说一定要吃麦当劳 吃全部都是做好东西的人 有钱一点 是吧 是 现实就是这样而已 是 那其实我再读一读这篇 ABC 就是澳洲 广播公司的信 其实大家判断一下 信中就这么说 他就说 我们承认并真诚地感到遗憾 你认为这个小品未考虑文化敏感 和存在不尊重 但是 我们认为 这个是符合该节目 既定的喜剧和讽刺方式 这样 而且该节目的观众 是年龄较大的小学生 和中学生 以及喜欢以喜剧形式解读历史的成年人 这些友仔真的有他说 没人说的 之前中国出席 中国有妈妈家画了一幅画 就是 讽刺 讽刺澳洲军人的暴行 讽刺而已 你的总理又发疯了 是这样的 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的 我们改一改 他就说 我认为这个完全符合 赵立坚先生既定的 讲话方式 和认为看这个 这个贴纸的人 都是 成熟和理智的成年人 行不行吗 是 这些就是很经常的 双重标准 还有他就说 熟悉这个节目的人 都知道我们的风格 长期以来 都是这样的风格 以及 语气 以及 细节的侧重点 现在的细节侧重点 就是旁边的两个人 在那里 既定的印象 就是你中国人 都吃这些东西 他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吃这些东西都是狗心的 如果我觉得 他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那么巧就这么巧 就是中国人吃这些东西 是的 但是你说 什么吃蟑螂 蟑螂是 大家知道 其实蟑螂是可以 入药的 是的 就是在内地是有 就是养蟑螂的牆 是 就是做一些保健品 那些东西 嗯 但是那些蟑螂 不是你家里 随便野生那些蟑螂 是的 就是这位所谓号称的 武则天就照吃 那当然是不会了 就是武则天 就是刘嘉玲扮的 武则天都不会吃蟑螂 是的 就是在敌人杰的电影里面 所以他就说 这段节目绝对不是要全面地 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 都没有提出 都没有提到当代中国文化和美食 顶 就是因为 人家可能已经想出独一方面地以便面地这样讲 这个说什么 说什么 说这些说话 写这篇文章 就是这个kle wenn法 尝试以最亲切 最吸引人 最有趣的方式 向观众介绍唐朝人的生活方方面面 唐朝人是否有型蟑螂 说句老实话 我真的没有听过 唐朝有些东西都要介绍 衣飾應該好像黃金甲一樣 本城盡帶黃金甲才是唐朝 他就說我們有明確的編輯目的 強烈地立足於一個歷史時代 並沒有嘲笑和貶低中國人或者中國文化 我們認為這個節目在編輯上是合理的 完全不存在的偏見 明明是偏見 是有明確的抹黑的目的 是啊 因為唐朝的紀錄 我講一講唐朝食物的紀錄 主要的食物就是飯和餅 早餐就是粥和糕餅 下午就是吃乾飯 那晚餐就是湯餅和煎餅 覆你那家裡哪有講蟑螂啊 那當然富貴人當然是吃什麼呢 當然是吃羊肉 和現在你們吃的有什麼分別啊 吃羊肉用牛油拌好的 然後就把羊肉放在湖餅那裡 然後層與層之間 用胡椒和豆豉隔一格 然後在爐火炒半個小時就拿出來 這些和你們的漢堡包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很類似啊 阿哥你認不認識啊 不認識啊 就是你唐朝的時候就是吃這些東西 很多吃胡瓜胡餅那些 因為漢武帝的時候 張軒通這個西域嘛 西域有很多食品就是 葡萄胡瓜胡餅剛才講的東西 嗯 是 其實信中還說 澳洲廣播公司向包括發行商 廣播機構和獨立製作人 在內的供應商購買紀錄片和其他事實內容 獲取這些內容的一個主要考慮原因 是來源於聲譽和誠實的 所以我們認為ABC少年兒童臺 是依靠BBC這個聲明脫著 怎麼讀呢 聲明脫著 應該這麼說 這個機構提供的內容 所以呢 我們覺得它是準確和合理 BBC都有造假的 你之前說過 是啊 是啊 我們說可以說回 就是現在再去投訴 就是我之前都投訴了 他想不到他敢回覆 那這次要投訴就是說 喂 其實主食是吃餅的 就是唐朝 那其實和現在不方人吃的東西 主食介紹唐朝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現在是誤到嗎 大佬 是啊 你不是方方面面的嘛 當然你可以說 就是唐朝有個很出名的 就是酒鬼的 還寫詩寫得很厲害 你可以這樣說這些 還有 酒是在這個唐朝是用很多的 就是酒文化這件事情 但是好像 就是你只是說他吃蟑螂 又不說喝酒的那些 好像不是很適合 就是他特地找一些東西 就是跟西人不同的東西拿出來說 是的 同的東西就不說 其實很多東西是一樣的 吃餅 吃餅就是跟鬼一樣 吃麵就是差不多 是不是 是啊 差不多的 其實都是 其實大家如果 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們說這件事情就是 你把那個目光 應該放在大家都吃一樣的東西 是不是 吃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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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都可以笑的 我也可以笑的 我也可以笑英國人 喜歡吃那些鰻魚啫喱 羊內臟 那麽鬆的東西都擠得到口 是不是人來的 我可以這樣說 吃什麽 吃什麽 那麽熱氣 如果這樣也是恰當的 其實我們有一個方法 去對抗它 出些英文節目 對 出些英文節目 然後笑鬼佬的 喂 你們說是這樣的 可以不可以 這樣說都可以嗎 到時可能阿摩摩總 招呼方向 哈哈 我們可能遲些出英文節目 開一節 就是 是啊 你要激化矛盾 我就用一個最溫和的方法 就是笑你 是啊 其實我們講一講 其實我有個朋友 他都發了微信我 他說 那次今天的節目 歷史未經過考證 還有 他說 完全是不合適的形象 是表現中國人 好像很野蠻 還有很變態 其實這些內容 是誤導這些白人的小朋友 以為他身邊那些 就是他很擔心 因為其實他有小朋友讀書 他很擔心那些 白人小朋友 當自己的小朋友 都是吃這些東西 當是怪物這樣看 因為嚴重誤導了 是吧 其實ABC都不是第一次 那其實 之前的2015年都有幾集 都是差不多 這樣 又幾少 所以其實 我覺得 他講到 是 其實 你要把目標放 目標放在不同的東西 其實就 什麼都可以說一頓 但是如果你放回去 大家吃的東西其實是類似的 是 饅頭和麵包就是類似的 是吧 麵條 就是中式麵條 和西方Pasta 是不是很像 還有我們吃的 包子 好像雲吞 其實西方都有Ravioli 那些是一樣的 西人雲吞 不過 有一點點不同 其實 你知道 把目標放在 其實大家吃的東西都差不多 其實就知道 這個現實就是 人類是命運共同體 沒錯 但是你刻意把 焦點放在 大家不同的東西那裡 就是 你和我很多東西不同 什麼什麼 我們不是同類 但是怎麼說呢 人就是 人類 根本就是 一個物種 一個物種 是啊 大家記得其實 為什麼我們說它不合當 因為旁邊的兩個主持 大聲地說 disgusting 我也覺得 這些英國人吃東西是很disgusting的 上次我們說的那個 toad in the hole 什麼jelly eel 很多人都覺得很disgusting 是啊 如果你和一個法國人說 這些全部都很disgusting 是啊 但是你說法國電視 准不准 現在准不准人家這樣說 英國人 我相信是不准的 其實地中海沿岸的 就是 以前 早文明的國家 就是 西班牙 意大利 法國 這些地中海沿岸的 歐洲國家 其實是 看不起 英國 三島的人 覺得是野蠻 所以其實 其實你看些不同的食物 你可以很正面地看 有一個西人節目 就在Travel Channel 就是在友善電視上播 叫做Bizarre Foods with Andrew Simon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他看過那些食物 全部都是很不同的 就是他用美國人的觀點 介紹全世界 他們令人作偶而且古怪特別的食物 但是 他是會解釋其實很好吃的 還有他們當地為什麼吃這些東西 是有當地特殊的歷史 或者是 是的 要全面地說的 是的 你會很全面地說 其實美國人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 這件事情 在Discovery Channel 做這些 或者Travel Channel 做這些節目 公道很多的 有教育意義 好像說豆豉鯪魚 豆豉鯪魚對美國人 肯定是很古怪的食物 但是這件事情 是廣東人的快餐來的 是不是 是啊 我記得他去過北京 他去北京吃蟹 海馬 海膽 我記得他還說 海馬很好吃 很脆 其實有什麼奇怪 然後還吃牛鞭 那些 其實我自己 我跟台洋都去過喝牛鞭湯 這裡都有喝 我帶台洋去喝 一找到就馬上帶台洋去喝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這些 你說很噁心 有什麼噁心 是 大家文化不同 自己的感覺 是啊 大家文化不同 其實主要是 那你喝牛鞭湯 這些很小事 其實牛鞭湯 又不只是中國人喝的 玻利維亞人都喝的 嗯 我記得我看過那個 Bissard Food 和Andre Simon 他去玻利維亞 就是說 有牛鞭 豬內臟那些 喂 其實 歐洲很多人都是吃這些的 你想想 一隻豬 難道內臟真的可以丟掉它嗎 是啊 沒那麼浪費的嘛 是 那個社會的發展 經濟發展程度 你現在覺得 哇 那些內臟很肉酸 可以不吃 可以不吃 但是我 其實我都經常買雞心雞腎吃的 有什麼奇怪 你說好 高膽固醇 其實 偶然吃一次 沒所謂 其實雞心的膽固醇 跟雞肉是一樣的 因為 心 心是一塊肌肉 就不是什麼特別 你說傳統以上的內臟 你說吃什麼羊腦 那些 當然難處理一些 但是 我相信 中國人 身為中國人的人 都喝過豬腦湯 那些 一定喝過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豬肺湯 豬腰 那些 一定有喝過 是不是 好 就不是真的那麼噁心 這次時間差不多 下次回來再講其他議題 拜拜 拜拜